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十篇 第三十六章 处死 虚拟宇宙专门形成的某一未免空间内 一条条通替青色的神龙 蜿蜒飞行在天地间 美丽的七彩琴 羽翼飞行也是随处可见 这诺大的未免空间中 一眼看去有千万种各种奇怪怪兽 或是美丽或是真理 千万怪兽环绕 通提雪红色的巍峨宫殿群 悬浮于半空中 而其中的某一座宫殿内 啪 全身笼罩在紫色战甲内的高大魁梧 有着银色独角的男子 猛地一摔手中的酒杯 半透明的酒杯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直接爆裂开来 银色独角男子 面色猙獰 一双眸子仿佛两颗恒星在燃烧 愤怒咆哮道 怎么 以为我好欺负 魔鹰山传承 是我努力许久 为我徒弟蒙藏王得到的机会 你们说没了就没了 尊者 站在大殿下 一名白发老者攻身道 不是没有 而是需要等到下一批 下一批 下一批 狗屎了 下一批 银色独角男子 愤怒咆哮 魔鹰山传承 每一批都要间隔一万零八十亿纪元 每批最多三十二人 我花费了那么多宝物 投入那么多 经历最终票选 才得到这一个名额 可你们来告诉我 说那魔鹰山三十二座传承宫殿 有一座被未知生命给占了 缺少一个名额 少一个名额关我屁事 凭什么磨掉我徒弟的机会 为什么不磨掉其他人的机会 银色独角男子 愤怒无比 尊者 白发老者微微恭身 当初票选 蒙藏王在三十二人中排名最后一位 所以上面决定 滚 给我滚 银色独角男子猛的一挥手 白发老者微微欠身 不敢多说 当即掉头走人 银色独角男子面色猙獰 向他堂堂尊者 宇宙人类族群中伟大永恒存在之一 还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吃扁 可这一次 鸿蒙内的那群老家伙 当初拿了我的好处 现在倒是一个个大义领人 少一个名额 竟然直接将我徒弟的机会给抹杀掉了 银色独角男子暗恨不已 可是他很清楚 上面既然做出决定 他再愤怒也无用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占了我徒弟的名额 银色独角男子暗恨不已 魔鹰山传承 可比酒与混沌杯参悟机会 要珍贵千万倍 因为混沌杯 仅仅是引导人感悟法则 而那魔鹰山传承 却是实实在在的 一种无比详细的修炼秘法 只要按部就班的修炼 实力就能够得到飞跃性的提升 等到下一批 一万零八十一纪元后 银色独角男子越想越怒 他的徒弟蒙苍王 是封王级不朽 想要成为尊者 很难很难 可透过这魔鹰山传承 在一定程度上 是大幅度增加 成为尊者的概率的 现在不知道谁占了机会 令他徒弟必须再等上一年了 宇宙中 一些高层巅峰人物的事情 罗锋当然不知道 他只知道抓住机遇 埋头去修炼 传承宫殿的大殿内 传承阶梯上 罗锋站在第一层阶梯上 已经有一天了 闭着眼 默默地站在那黑色岩石的阶梯上 脑海中的念力 则是不断修炼着 这套传承秘法 这套没有名字的强大传承秘法 暂定名为 至高魔鹰秘点 这套至高魔鹰秘点 按照罗锋在第一层阶梯上 所接触到的一些讯息来看 主要分成两方面 一为基础 二为魔鹰秘法 其中基础占据着 至高魔鹰秘点中的 九成九内容 一旦坚持基础完全打得牢靠 最后的魔鹰秘法 可以轻易练成 这里的基础 指的是念力振服强度 比如 罗锋操控一柄飞刀 飞刀最强攻击威力 达到某一个数值 而罗锋的极限是 同时操控78柄飞刀 飞刀都能够达到极限威力 那么念力振服的强度 就是78 当初罗锋在地球时 实力还很弱 等同时操控十多柄飞刀 达到极限攻击力 灵魂有念力振服强度 身体有力量振服强度 那不朽祭坛 就是测试力量振服的 一般力量振服达到100 便算是完美操控身体每一分力量 力量振服为100 这是正常情况下一个极限 同样的道理 念力振服强度 能同时操控一柄飞刀 每一柄飞刀都达到单独操控的最大攻击力 这也是正常情况下的一个极限 可是 那仅仅是正常情况下的极限 如金角巨兽 金角巨兽施展身体攻击 正常可能力量振服也就是80到90 可是一旦施展 天赋秘法强化 立即翻倍 令攻击达到100度 如果施展本尊天地秘法 肉体力量会再提高几倍 达到好几百 还有金角巨兽的右体爪 一旦驱动雪落之力 力量会暴涨 肉体力量会再提高 按理说 极限是100 那可是正常的极限 一些特殊的秘法 特殊宝物 都会令人超越正常极限 而这些秘法宝物 都属于宇宙中的 无比昂贵的宝物 天赋秘法强化 是强化身体灵魂等一切 金角巨兽 现在灵魂的振服强度是78 可一旦施展天赋秘法 攻击力会立即翻倍 而至高魔鹰秘点 这是一套类似金角巨兽记忆中 本尊天地的秘法 而且比本尊天地 还要逆天夸张 本尊天地修炼到大城 仅仅提高27倍 可是至高魔鹰秘点 却要强得多 这是一套真正通向极致的 某套终极传承 真是悬妙异常啊 比本尊天地还要强大 这么逆天的传承 罗锋睁开眼 看着前方延伸开去的 一层层越来越高的阶梯 一眼看去 一层层阶梯通向无尽虚空 罗锋伸起一口气 身子一窜 飞到那第二层的阶梯 当罗锋的脚 落在第二层的阶梯上时 无比详细精妙的密法 立即再度涌入罗锋脑海 继续修炼 一天又一天 一层阶梯又一层阶梯 在这通往无尽虚空中的 传承阶梯中 罗锋不断的前进 即使在刚刚接收传承时 罗锋就收到讯息 传承一旦开始 那么就不能停止 必须不断修炼 不断前进 修炼的过程 其实是对意志意识的一种折磨 一旦扛不住这种折磨停止修炼 那么传承自动结束 浩瀚宇宙 亿万年来 有十亿万各种生命 曾经都来接受传承 然而 没有一个生命 能够走到传承阶梯的尽头 不知道传承有多久 嗯 机会来之不易 不能错过 罗锋就仿佛一个乞丐 疯狂的吃馒头似的 疯狂痴迷的修炼着 越是修炼 感觉到自己的意识振服强度 不断提升 很快便超过了一百 这个正常情况下的极限数值 依旧在提升中 太逆天了 越是修炼越是明白 这种秘法 如果是要在虚拟宇宙公司的宝库中兑换 绝对是天价积分 或许 虚拟宇宙公司宝库中 都不一定有这么逆天的秘法 只有一次修炼机会 能修炼多少就修炼多少 说不定能够修炼到大城 不管怎样 不拼一把走行 当罗锋在魔鹰山的最核心之地 接受那魔鹰传承之时 当初破鱼猴派去追杀 罗锋的千金宗的高手们 却头疼了 六个月后 虚拟宇宙 有一座岛屿 专门是让九星海强者们居住的 九星海岛屿上 一座占地极广的宫殿群 便是九星海当中 名气颇大的千金宗 在虚拟宇宙中的总部 其中一宫殿内 神 两名介主 两名御主 都恭敬行礼 容貌美丽的 惊心动魄的 碧玉色长话的 绝世美妇人 坐在大殿之上的王座上 慵懒地靠在靠背 看了下面一眼 你们四个 一直没有发现目标 是的 神 四人心中紧张 他们四人 正是这次被派遣的 千金宗六名高手中的四位 至于其他两人 已经死在 魔鹰山内 一群废物 绝世美妇人冷哼一声 再给你们半年时间 希望你们别让我失望 是 四人冷汗淋淋 时间流逝 转眼 他们四人进入魔鹰山的时间 已经长达一年 在这一年中 他们四人又死了一个狱虫 因为中了魔鹰 不知不觉中 就成了行尸走肉 最后幸存的三人 都先后逃出了魔鹰山 恭喜你们 你们在魔鹰山中生存达到一年 完全有资格加入我虚拟宇宙公司 魔鹰山外围驻扎的虚拟宇宙公司人马 其中最低层的营医执事们 迅速去将那幸存的三人迎接过来 八眼等三名千金宗高手 彼此相视 都有些无奈 他们来闯魔鹰山 是因为破鱼猴要求 实际上 他们三人根本不想进虚拟宇宙公司 给人当跑腿 将他们三个带到我这来 一道声音 在那群营医执事耳边响起 是破鱼猴 是破鱼猴 营医执事们立即带着八眼三人前往破鱼猴所在神殿 神殿深处某一个殿厅内 破鱼猴躺在王座上 碧绿色的蛇尾 则是蜿蜒盘在王座旁 一双眸子 俯瞰着下方战战兢兢的八眼三人 神 那破鱼猴一招手 三人跪拂 顿时从那名御主手指上 强行剥夺下那空间戒指 直接强行破除其精神印记 拿出其中的一九级镭射枪 神 目标他也就一宇宙级九界 而且一年我们都没发现 他也没有从魔鹰山出来 很可能是在魔鹰山中被其他人杀了 或是被魔鹰迷惑成了行尸走肉 实力最高的戒主九界八眼联盟出道 破鱼猴微微点头 随即目光扫向下面三人 三人顿时僵直 随即扑通扑通扑通 直接软倒在地 已经死亡 不过你们知道太多 必须死 破鱼猴冷漠道 派人去杀虚拟宇宙公司 重视的一名天才 一旦被得知 他一个疯猴极不朽 即使不死 也会被关押到星空监狱中去 一年了 那个小家伙 十有八九是死了 破鱼猴轻轻念叨一声 随即魅惑一笑 仿佛周围天地 一下子都变得多才起来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十篇 第三十七章 初选者 霍鱼猴整个人 慵懒得犬坐在王座上 排气如玉的手指 轻轻敲击着扶手 目光扫过大殿下的那三具尸体 大殿内的空间略为震动 隐隐一股隐含法则不朽的空间波动 掠过那三具尸体 三具尸体 嘶嘶嘶嘶 三声瞬间化为粉末 那小家伙 估摸着 是死了 不过 他只是利息 破鱼猴轻轻地念叨 忽然外面 传来急切的脚步声 师父 师父 大殿外传来急切的喊声 进来吧 破鱼猴轻轻皱眉 开口说道 顿身外面 冲进来一名穿着一身紫色为主 有着银色修饰战甲的英俊青年 这英俊青年 松眸略显凹陷 瞳孔呈现碧绿 额头上有着一些密纹 这英俊青年满脸悲愤 冲进来后扑通一声 跪在大殿上 连喊道 师父 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乡 莫查兴 怎么了 破鱼猴微微皱眉 你家乡莫查兴 也是一颗强大的星球 拥有不朽好几位 怎么需要我救 师父 是我家乡的一些族人 无意中得罪了蒙昌王势力 谁想到 高高在山的蒙昌王 竟然亲自出手 直接施展强大空间密法 将瓦家乡莫查兴 整个星球 都强行射入他的神国中去了 英俊青年都快哭了 星球 被射入神国了 破鱼猴吃了一惊 神国 是不朽神灵的命根子 借主拥有体内世界 不朽神灵 拥有神国 体内世界一旦崩溃 借主必死无疑 这神国一旦崩溃 实力弱些的不朽神灵 会直接死亡 而一些拥有密法 奇宝的不朽神灵 或许能活下来 可实力 也会锐减到 极低极低的地步 且将来 前途也几乎没了 可以说神国就是不朽神灵的 大半条命 神国具有诸多妙用 不朽神灵之所以厉害 神国起了很大作用 在神国内 不朽神灵 实力得到飙升 可将敌人摄取到神国内 虽然自己实力能够得到飙升 可是也给敌人攻击神国的机会 所以除非有十足把握 或者是被逼迫到 实在没有办法了 很少会将敌人 摄入到神国内 将一颗星球 摄入神国 你的家乡星球 被蒙苍王 摄入他的神国中 结局肯定很悲惨 破语侯高坐在王座上 俯瞰下方的弟子 如果只是毁灭 他一拳即可 轰掉你的家乡星球 可他却大费周章 将你的家乡星球抓进他的神国中 不狠狠折磨一番 不会罢休 你家乡星球的族人 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破语侯皱眉道 一件小事啊 英俊青年贵夫在大殿上 连委屈地喊道 过去经常有些摩擦 这种小事一般都是蒙苍王坐下人处理 可是没想到这次蒙苍王竟然亲自出手 将我家乡星球 直接射入他的神国 求师父救救我的家乡星球吧 英俊青年连喊道 我没办法 破语侯摇头 师父 英俊青年双眸喊泪 破语侯俯瞰了一眼大殿下贵扶着的弟子 轻声道 好吧 我试试看 当即微微闭上眼睛 一丝意识连接虚拟宇宙网络 破语侯去找他的一位好友 去和蒙苍王说说 紧紧片刻 你下去吧 破语侯睁开眼 说道 师父 英俊青年抬头 看着王座上的破语侯满脸期待之色 谁让你家乡惹到蒙苍王 刚好是蒙苍王最暴怒的时候 破语侯皱眉喊道 没人救得了你的家乡 英俊青年握着拳头 下去 破语侯冷声喝道 是 英俊青年不敢多说 唯恐惹恼这位阴冷的师父 恭敬退去 大殿内 只剩下王座上的破语侯一人 破语侯微微皱眉 低声自语 难怪蒙苍王那么愤怒 怕那么强大的老师 给他弄到的进入魔音山的传承名额 竟然被人占了 嘖嘖嘖 这一等 可得等一万零八十一纪人之后 才有新的机会 如果是我 我也怒啊 只是不知道到底是谁 占了蒙苍王的名额 灰红的神果 无尽的海洋荡漾着 海水中 盈盈有着灵性的冰块 在无尽的海洋上空 悬浮着一座通体深绿色的 灰红的一座座 宫殿群 在众多宫殿群中央 则是一尊高达百万公里的深绿色神像雕塑 蒙苍王模样的雕塑 离宫殿群上一公里的海域上空 正有着一颗直径约有三万多公里的行星悬浮 这颗行星上 飞出一道道人影 正贵妇在半空中 不断的磕头气球 蒙苍王 饶命 蒙苍王 饶我莫查兴吧 蒙苍王 我等有罪 我等有罪啊 一些不朽 借主们 贵妇在半空 声音轰隆的传播开 而此刻他们的家乡 莫查兴内 则是时而雷电闪烁 时而火焰冲天 时而雪花飘飘 时而一些冰锥仿佛无数利剑 从高空射下 一片噩梦场景 蒙苍王 有着深绿色飘逸的头发 方正的脸型 一双眼眸比星空巨瘦 还有疯狂 他穿着精美的战袍 站在半空中 冷漠地看着 那莫查兴经历一番番 各种折磨 饶命 有罪 蒙苍王耻笑一声 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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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不断在那群贵妇的莫查兴 强着耳边回荡 那些不朽 借主们各个无比痛苦 后悔 怨恨 可是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蒙苍王作为蜂王级不朽 太强大了 蒙苍王的神国 允寒的神威也更加的惊人 但但神国的压迫 便离那些不朽们无法反抗 一万零八十一级元 上亿年 从我出生到现在 这漫长的岁月也不过才一万两千级元 让我再等那么久 蒙苍王越想越怒 拳头握得更紧 令周围空间都震动出了隐隐产生裂缝 到底是哪个混蛋 占了我的名额 到底是谁 蒙苍王心中愤怒咆哮 而那颗悬浮在那的行星 命运则是更加悲惨 浩瀚宇宙 人类族群中的虚拟宇宙公司 所控制的四大核心秘境之 太楚秘境的魔山深处 摩影三三二座传承宫殿中的一座 罗锋正在一心接受传承 哪会知道他占了蒙苍王的名额 就算对封王级不朽而言 一万零八十一纪元 依旧是很漫长的岁月了 蒙苍王从出生到如今 才活了一万两千纪元罢了 等于是让活到三十岁 刚刚准备结婚 可是老天爷命令 别急 再等六十年 等你六十岁再结婚 谁不急 谁不愁啊 船程大殿内 黑色雾气弥漫 船程阶梯 一层层朝虚空中延伸 按理说 长宽数十公里的船程大殿内 空间不会太惊人 可是 罗锋肉眼所能看到的距离 怕便超过了上千公里 这种一粒沙子内 藏着一个世界的效果 罗锋倒是比较平静 毕竟戒主 就能做到的事 留下传承宫殿的超级存在 能做到 也不奇怪 又修炼成一部分 罗锋睁开眼 一脸兴奋之色 化作一道流光 飞向更高一层的台阶 啪 当战靴踩在那更高一层的 传承台阶上时 那更高声的修炼秘法 立即涌入罗锋的记忆中 同时传承阶级旁边的虚空中 隐隐有响声 嗯 罗锋转头看去 虚空中凭空出现了 一个个神秘文字 和之前的十碑文字 应该属于一个风格 一大段文字 虽然罗锋不知道是什么文字 却瞬间完全明白了意思 初选者 罗锋吃了一惊 虚空中文字的意思是 来接受传承的生命 你已经接受 魔鹰传承第一阶段的十分之一 魔鹰神将传承共有三个阶段 能够将第一阶段完成接受 可以得到初选者称号 并得到初选者级的奖励 第一阶段的尽头 就是遥远处那座殿堂 初选者的奖励 就在那儿 好好努力吧 呼啰啰啰 罗峰所站着的这条船程阶梯 已经延伸很长很长 而此刻依旧不断朝虚空中延伸 延伸出一层又一层 终于延伸很远很远后 在船程阶梯的尽头 在遥远虚空中出现一个渺小的肉眼难以看清的殿堂 第一阶段的尽头 初选者的奖励 罗峰看着远处虚空中的殿堂 心中一动 我在这里接受船程 差不多一年了 大概接受三百多层阶梯的传题内容 竟然才是这一阶段的十分之一 那么第一阶段不就是有三千多层阶梯了吗 第一阶段有三千多层阶梯 共三个阶段 假设后面两个阶段一样多的话 就差不多是一万层阶梯啊 走完这所有的阶梯 接受完整的传承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罗峰不由的按惊 说是这么说 可实际上 摩山存在了一万年来 接受传承的生命 十数万计 却始终没有一个生命能够得到完整的传承 讲那么多也没用 我先将第一阶段传承完全接受 成了那初选者 便能得到那殿堂内存放的奖励 罗峰暗自期待 这传承宫殿设置挺牛的 估计给的奖励也不会差 不知道是什么宝物 兵器 战甲 罗峰想了想 便不再多想 继续全身心投入 站在传承阶梯上 修炼传承秘法 仅仅一年的功夫 得到了这部分传承 罗峰就感觉实力飙升数倍 这传承的确是很逆天的秘法 如果让罗峰给他出个价 真正的无价之宝 比全套时空笔记更有 真得感谢莫洛那一脚啊 罗峰心中也曾这么感叹